今天的房子说 我们来看这栋1380万加币的房子 要说些什么 由加拿大著名民宅建筑师 Kent Taylor 原来是24尺高的天窗啊 主餐厅连通会客厅 餐桌上的欧式吊灯 与落地飘窗的相互呼应 优雅大方 有10到12尺能高 除了主层的平坦宽敞 令人极其舒适 连可以直接走进后院的地下室 都有大落地窗 阳光苦潮 房子的女主人Marcy 蛮心欢喜地说起 她和家人是多么享受 这里的美好日常 你好 我是Sophia 多伦多职业地产经纪人 你最贴心心来的地产经纪 你知道在市中心 哪里的高层公寓 可以步行到大学吗 去多伦多大学的话 那要在Base Street上 有一栋直通地铁核实 在那边 多高林 像牙白的定制机会 在这情况下 传统连排别墅 都是门帘比较窄 那个空间 需要依靠纵身的长度来照顾 很难得能见到眼睛 接入起来的下室 先来看这个中央大客厅 一走进来就不自觉地想排头看 这里的挑高拱形天花板 最高处有16尺 还有两项 看了哪片雪花一眼 你会觉得 瞬间就走完了这300里 从这里到圣劳伦斯集市 只有1.5公里 而如果去中央商务区上班 也只有2公里的距离 那么你准备好 在这里开启 单身贵族的生活了吗 王宁十二岁既拥有现代的建筑设计特点 又有十五载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美妙经历 像个清分正好的少年 前途自己 大家好 我是Nik 你好 我是Sofia多伦多职业地产经纪人 你最贴心信赖的地产经纪 我我也认真是 你最贴心的 吃草串 小草串 好 你最贴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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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贴心的